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过朋友的介绍 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那是在夏天的时候吧 我们属于一见钟情 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但这种幸福无法像一星恋情一样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的感情就像行驶在城市底下的地下铁一样 虽然速度飞快 却始终只能在黑暗当中穿行